大陸當然確診數字是最多的 八萬多例了 三千一百七十九死 但是你看伊朗速度非常快 現在已經超過破萬了 一萬零七十五例 四百二十九人死亡 西班牙也非常的迅速 義大利之前我們都知道 現在是已經一萬五千多例 而且已經破千人死亡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是全球人心惶惶 那麼最近大家發現 其實伊朗的數字恐怕還不如 這個帳面上所見 現在就連伊朗的衛生副部長 都談成他確診了 我們要訪問我們 因為疫情感染病毒 疫情感染病毒 我們要訪問疫情感染病毒 好 伊朗的第一副總統確診 是全球最高層級的病例 那麼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伊朗的很多狀況 逐漸傳出 讓大家非常的震驚 好 您看到 這個是在網路上傳出 據說這叫做萬人種 因為伊斯蘭信仰回教國家 他們是不能夠火葬的 所以因為有太多人不幸 因為生病 因為得到了新冠肺炎而死亡 那麼據傳現在真的是 是一個世代一個世代 帶去埋葬 這樣的畫面讓人看了 真的是非常的痛心 所以我們想請教一下原知 伊朗的狀況 大家說最擔心的是什麼 就是恐怕其實還有很多的黑數 是我們全球沒有辦法掌握的 因此全球的疫情感 會不會比大家想像的還要更嚴重 伊朗現在他們官方公布 是大概死亡是400多例 但是有專家指出 應該不只這個數字 起碼大概有人講1.8萬例 不是 1.8萬是確診數字 有人說死亡絕對超過這個數字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有幾個畫面可以看到 包括我們剛剛電視上 所修出來的 他們說這挖這兩條大溝是要幹嘛 就是要集體埋葬用的嘛 旁邊那個大溝旁邊 還放那個死灰粉 死灰粉就是要防止那個 屍體腐化的 然後另外最近也有很多 伊朗的畫面流出來 是醫院的畫面 可以看到滿滿都是屍帶 甚至於屍帶不共用 還有屍體是放在紙箱裡面 如果這些影片是屬實的話 代表說他的死亡的病例 絕對不只這麼少 還有人空拍去看 伊朗現在最嚴重的一個城市 他們盛城叫庫姆市 庫姆市有一個公墓 在去年10月的時候 根本都還沒完全使用 但是在今年3月的時候 已經使用1 4了 所以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忽然間 那麼多的一些逆事症 這樣顯示說 伊朗最近死了非常多的人 所以很多人就認為說 這絕對是跟新冠肺炎有關 會不會是因為新冠肺炎的關係 才會造成那麼多人死亡 伊朗還有另外一個 讓人家覺得最奇怪的事情 就是他高官染病的比例特別高 你看他有非常多的副總統 之前是一個女副總統染病 結果沒多久 第一副總統也染病 國會議員有29個染病 有很多高官因為染病而死亡的 也非常多 這些高官平常照理來講 應該是在一個比較安全的環境 為什麼他們染病的比例會這麼高 而且也有研究顯示 就是29個議員 他們並不是說像我們這樣群聚 大家互相傳染不是 29個議員都個別被傳染到 所以這個黑數感覺是 非常非常非常嚴重 那麼伊朗現在他們的社會 也是充滿了恐慌 假訊息不時傳言特別多 我今天看到一個訊息 就是說有44個人 因為飲食用酒中毒死亡 為什麼會飲酒中毒死亡 因為他們相信居然喝酒可以殺新冠病毒 然後去買酒可以 買到喝酒喝到死亡 還有200多個人酒精中毒 然後甚至於有人認為 在宗教聖地不會有病毒入侵 有人還故意去舔牆壁 不會有病毒填給你看 這個也被抓了 之前還有人是很堅持 他認為他的身體很強壯 病毒不侵 他說這個地方即便有病毒 沒關係我來舔掉 舔掉之後大家就沒事了 所以他們裡面的人也是非常混亂 所以今天裡面有醫護人員 跟大家講說拜託你們不要再來醫院了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恐懼 而不是 為什麼他會說我們現在需要的是恐懼 因為伊朗的當局一直在隱匿病情 你看剛剛講的 當然我們的推論 就是說死亡人數沒那麼多 確診人數可能也超過 他在隱匿病情 可是隱匿病情的結果 就會造成一般的民眾 以物以為說好像沒有這麼誇張 沒有我們還是舞躁跳 把炸飯躁吃 而不會去注意自己的身體 所以要恐懼 讓大家去了解 然後 伊朗現在也是 他們政府一團亂 比如說釋放了7萬個囚犯 但是沒有講說你什麼時候要關回來 然後這些囚犯就把他罩 然後他們之前更扯一個是 發展一個APP APP就叫大家下載 然後你回答幾個問題 簡單的問題 然後回答完之後 可以讓你初步判定你有沒有確診 那你如果說沒有確診 你就不要來醫院了 後來人家講說 你幾個問題就可以確定 那我們就不用做核酸檢視 所以下滑 這都是非常誇張的 還有就是他320的時候 3月20號 即將要面臨波斯新年 這時候非常多人到聖城去朝拜 很可能就會造成疫情的擴散 所以這個 伊朗的問題是 還是會相當嚴重的